同样是手段凶残的杀人命案 而且凶手连杀两个人 就连还没有上小学的小男童都没有放过 行案的地点在台南新化 一个很纯朴的菜市场里头 一对母子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沉湿家中了 妈妈整个人泡在浴缸里头 小男童则是被浴巾吊在衣橱里 而结果意义的是 母子俩下葬之后 坟墓上寸草不生 引发各种议论揣测 许多人都认为是因为凶手还没抓到 所以死者怨气难平 不过巧合的是警方破案当天 正巧就是死者往生的第一百天 母亲是在衣室里面 小孩子是在衣橱里面 他们走外想跟他们走 但是事情没有水落水出 怎么可以这样子过瘾 没有这些事都大恨的人 不说人家要赚钱 没有赚钱 去了 这里焚头脆绿油亮 奇怪的是 那边同其安葬的两座木 却寸草不生 我們還請客人在那種雕仙草 還在那裡 都阿水 結果我們都沒問題 他們說跟腕翁 吃腕翁 腕翁 所以在這裡 這些草稠稠不好了 這是一種的氣 什麼樣的氣 白髮苍苍的老阿伯是康晓弟弟的阿公 他永远记得那年普渡 好不容易等到在大陆经商的儿子一家回来 全家团圆 不过普渡隔天早上 第二女儿他来叫我说奇怪 妈妈跟弟弟他没有出去啊 怎么我们会收缴 跑到他们的旧房子那边拿钥匙来 打开的时候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真的是一边哭一边跑 吓到了 当警方到现场的时候 他们是缓锁的 凶手要离开的是把钥匙全部都拿开了 然后把他们摆在外面 门口的鞋子中央把它放进去 制造一个假象就是说 人外出了 不在 我们收到电话是密闭 但是我们到现场发现 他的手是被反绑在背后 因为他的似乎被反绑在浴缸里面 他的浴缸是放寒水的 陈美丽没了呼吸心跳 那弟弟呢 他说昨天晚上就跟他死者一起睡觉 怎么会不见 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 孩子可能怕到躲起来 现场远近翻箱倒柜 寻找康晓弟弟踪影 只是一打开衣柜 所有人的心都碎了 衣橱里面竟然就发现 小孩子被吊在衣橱里面 浴巾就绑在他的脖子上 就吊在衣橱的横杆上面 小孩这么小才七岁准备要上小学 他那个衣服都准备好了 小学的衣服都准备好了 折得好漂亮 我心里面真的是很痛 发现这些小朋友 我来盯上头发觉 你看 所以说起来相当残人 年仅七岁的康晓弟弟 蝉死衣柜里 家属和袁锦 没人敢相信 有人会如此狠心 已经那么小 他刚好生小一 他就已经过世了 他跟妈妈发生过争吵的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妈妈很少跟你家发生争吵 因为他很疼这个孙子 只有单一是个男孙子 平静淳朴的台南新话 一下子两条人命 消息火速传遍整个乡镇 媒体更是大篇幅报道 警方承受莫大的破案压力 来来回回 在现场寻找蛛丝马迹 但住家整齐没有义重 凶手犯案后还能从容自若 难道是熟人下毒手吗 原本他的抽屉都打开 他都把他关好 然后衣服把他整理好 衣柜什么都弄好了 然后把他那一串钥匙 带着 反手离开 死者在当地 他的交往很单纯 应该不会有轻杀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整个人就去财杀来下手 廖世华小队长 到现场看见陈美丽的遗体 我一直在那边看一看 然后我就心里面就跟他讲 我今天负责处理这个案子 我希望能够给你一个交代 你想告诉我什么 就能够给我提醒一下 他一转的话 我就是看现场 就这么巧 视线落在马桶水箱上 那我就看到那把水果刀 这个时候我在想说 吃水果应该不用到厕所来吃 解释小组将水果刀和螺丝起子 带回化验比对 要找的是手把上头 歹徒留下的指纹和皮线 比对警方现有的基因数据外 为了这个命案 我们把全新化区 那一些青少年 所有患罪人口 全部请到本局来做DNA采 采了将近400人 400人 所以几乎把新化症全部都翻遍 然后就是没有配对出DNA 警方投入大量人力 请住所有预算 好不容易在案发两个月之后 当初在采就有一个壮强期 当时那个DNA的采征 他的行笔只能到 鉴定到十二组 当初就发现有一个人 就跟他很像 要跟他这个很像 要不要下手去抓 可是十二组好像是不太充足 刀把上的皮线 不仅和一名前科犯十二组基因 未典相同 另外一名女性邻居的DNA 十二组基因未典 也和刀把皮线一样 究竟残忍歹徒是谁 监视小组再度冲回现场 在现场我们采货一些 百徒留下来的提议 就是所谓的精一般 专小组士气大正 立刻将DNA样本送往刑事局 和高雄市刑大化验比对 警方也在心化 加快清查过滤脚步 衣柜里面 我们有发现一个 一个类似的手背 这个地方的汉字而已 我们有去比对他的身高 我们有找一个 我们里面一个小队长 大概180公分 比这个小队长 那个留在那个地方的还要高 我们研判 这个凶手的身高 绝对超过180公分 同事间就发现说 有一个嫌疑人 长得壮壮的 原本就在他们公司 他们这个店里面当枪手 是他吗 陈美丽夫妇之前开设 网咖的前员工 果然 报告出炉 确认歹徒正是陈美丽夫妇的 前员工刘华坤 当天他刚好有帮他操作 这个买卖 好像卖了几千块 卖了几千块 他有发现死者的皮夹子里面 有一些钱 为了钱痛下毒手 连叫他叔叔的七岁康晓弟弟 也不放过 破案后坟头上的草绿油有一片 喊破案前有天壤之别 是死者喊冤昭雪吗 这个水石啊 它就会弄水 底下它气泡有没有死掉 那个小孩子 被吊在这个里面 到刷水浴 结束之后能够回来 他就回来 给住人员 就那边 电脑什么都弄好了 都在那边 后来他又说要搬出来 搬来这里 今天搬完之后 今天晚上就发生了 这是他以前上幼稚园的东西 回到现场 家具被厚厚一层灰掩盖 感受得出家属悲痛难平 看见康晓弟弟的玩具和幼稚园教材 阿公回忆涌上心头 他说最痛的过了 如今只盼望 遭判两个死刑的刘华坤 能早日伏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